如果飯前喝的話 因為它會有飽足感嘛 所以你就會不會吃這麼多 可以控制你的食量 那但是飯後也可以喝喔 你不要想說飯後就不能喝了 飯後的話它會增加代謝 然後會減少囤固在你體內 多餘的一些熱量這樣 韓國最新體態控制的配方 PS奶昔 這個啊是連我們現在國民姐姐 謝金燕都在喝的喔 而且它這個喝法其實超簡單的 只要咬八秒鐘喔 Shak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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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可以喝了 而且你看它的外觀的顏色非常可愛 是今年很流行的Baby色 很香 像這個口味就是草莓優格 好草莓味道喔 它這個草莓優格裡面有草莓多芬 覺得味道怎麼樣呢 它很像那個 我不知道台灣有沒有賣 但是英國的那個 麥當勞那個草莓的奶昔 對 它就是Milkshake嘛 Power Shake 像它的草莓多芬的話 裡面就是有 維生素C 可以幫我們養顏美容 好耶 這個裡面呢 還有植物性的高蛋白 它可以幫我們維持肌肉喔 這裡面呢 有專利的藤黃果啊 乳酸菌還有魔芋 一般就可以滿足我們所有的營養啊 高鮮 而且非常的讓我們的身體 就可以維持窈窕的狀態喔 可以就是取代很多 比如說高糖的飲料啊 或者是正餐 可以耶 我覺得可以好喝 像它這樣子一包喔 對 才100卡而已 喔 你隨便出去喝個飲料啊 都超 超的 超的 對 所以這個其實是低熱量的 不會讓你有負擔 這麼多方法 我覺得這個還是我覺得最好的 因為像是這個裡面啊 其實有很多的營養素 因為我們有時候會忽略了很多營養的吸收 那這個剛好可以幫你補充營養 然後增加代謝 其實很多種口味 我自己都很喜歡 除了草莓口味之外 還有你看像這個是水蜜桃口味的 喔